想要讓寶貝來小姨寶上課 家裡會反對 可是媽媽就覺得說 媽媽要堅持 上了課之後 爸爸也有發現說 其實小朋友真的有成長 阿公阿嬤可能也會發現 他的講話就跟小大人一樣 就真的覺得他有比較成熟 然後多多少少也多知道一些規則 至少你跟他講 或是你跟他說 老師說我們現在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可能比較可以接受 我當初看到簡介來這裡 那個聽到老師解說的時候發現 環境真的跟簡介影片上面看的一樣 都是就是很寬敞 明亮老師又很多 然後師生比例一比五的情況下 每一個禮拜只有售一位新生 然後新生又都有專門的一個老師 協助小寶貝們就是 適應這一個環境 很放心 可以把小朋友就是放在這裡 讓他練習可以自己獨立 我有看過一些可能比較私人的 或是他可能補習班立案的 那種小小的一件 他們可能也有半天的課程 可是我會覺得 那個都是一個小教室 老師可能就只有一個 雖然他的師生比例 可能一個比四個一個比五個 可是畢竟他還是只有一個老師 然後那個環境可能是私人的環境 我對安全顧慮上 我可能會比較有疑慮 我可能沒有辦法放心 把我小孩子這樣留在那裡給老師 然後老師要照顧這麼多 會哭鬧的小朋友 所以我就覺得 這裡老師很多環境也很好 老師的課程規劃也很好 所以我就很放心把小朋友送來這裡 他的一些說話 或者是一些態度 什麼就感覺明顯就是 好像不一樣囉 以前上課就是動動動 坐不進不下來 進不太下來 你要叫他坐在那裡等老師 聽老師講一下下 可能沒有那麼容易 他可能還不太懂 到底什麼是上課 然後來這裡上課之後發現 他好像比較可以知道 上課要大家坐著 然後要等一下下 聽老師說 或是看老師怎麼講解之後再開始 然後他也變得比較喜歡 聽故事 看故事書 然後可以比較 靜得下來玩一下玩具 玩一下東西這樣 相對的年紀越大 我相信粉底焦慮的狀況 一定也會更嚴重更明顯 那既然平常都是 爸爸媽媽自己帶的時候 我就希望說 可以在 可以在靜幼幼稚園之前 至少可能半年的期間 讓小朋友提前先適應一下 用可能跟爸爸媽媽分開上課 而且不是一整天 只有半天 吃飯那些也都有 就是短短的 大概三小時的時間 讓小朋友可以 跟其他 跟老師跟同學有互動 好然後適應一下 唉 沒有爸爸媽媽的生活 或者是 嗯 學習一下自己的那個 自己能力 那相對的我覺得 他們去幼稚園上課的時候一定會更好 小朋友是我們自己的 我們自己可以替我們的小孩堅持 我們想要給我們的小孩什麼樣的 生活跟什麼樣的教育 擔心事情狀況我是不擔心 因為我覺得 不管怎麼樣你去了幼稚園 你也是要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去了幼稚園可能會更嚴重 因為老師不可能真的 每一個小朋友二三十個都在哭都在鬧的時候 然後老師不可能真的特別 只為了你一個小朋友在那裡 都只關心你一個 那與其這樣我不如提前至少 半年的時間我讓他先提早適應 那我來小醫保這裡很棒的是 有老師專門 就照顧他陪伴他 而且有這麼多的老師是生比率又這麼低的情況下 真的是可以好好的照顧他們的 身心靈的部分 而且每個小朋友狀況不一樣的情況下 我們可能不知道說 到底我們自己的寶貝 他在他的年齡發展上是不是有 有沒有落後或是有沒有什麼狀況 那來小醫保是 老師他們都會幫忙注意 小朋友是不是有 發展可能比較慢 或是有什麼需要協助可以加強 然後並且告訴我們家長說 有什麼方式可以讓小朋友 就是可以更好或是幫助小朋友 讓他更進步 小朋友進來 老師並不會說強迫他 或者是就是 嚴厲的指責他 折問他說 你不要想媽媽不要哭啊或是怎麼樣 你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而是這裡的老師都給他 都給他很多的關愛 然後你跟他說 喔沒關係 那你想媽媽的時候你可以告訴老師 那老師可以幫助你 就是陪你一起等媽媽 或者是說我們先做什麼 一起做什麼等一下媽媽就來了 或者是你真的很想媽媽的時候 你跟老師講 老師可以幫你打電話給媽媽 然後請媽媽早一點來接你 這樣子 讓他小朋友有很放心的時候知道說 其實媽媽會來 媽媽只是等一下下 他不用這麼擔心 就一下下我們先跟老師同學玩一下 媽媽等一下就來了 想要讓寶貝來小怡寶上課 家裡會反對 可是媽媽就覺得說 媽媽要堅持 上了課之後 爸爸也有發現說 欸其實小朋友真的有成長 有時候我就會跟爸爸說 你看有進步對吧 平常在家不會這樣 可是他去了小怡寶之後 他就有一些表現 甚至於是連阿公阿嬤可能也會發現 他的講話就跟小大人一樣 就真的覺得他也比較成熟 然後多多少少也多知道一些規則 至少你跟他講 或是你跟他說 喔老師說 我們現在要怎麼樣怎麼樣 他可能比較可以接受 很感謝自己當初有堅持 然後也很感謝家裡 到最後有同意媽媽的想法 然後支持媽媽讓寶貝來小怡寶 那真的我們驗證了之下 真的覺得寶貝來小怡寶 真的是來對了